C大調也可以彈爵士 我舉個例子 這是C大調 那可以怎麼玩呢 舉個例子 左邊呢 左手 這是左手 右手呢 右手 好 所以 左右手分開彈 聽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合起來彈的事實上是蠻好聽的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 其實 關鍵就是在右手怎麼樣去做一些裝飾的聲音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右手的變化可以怎麼練呢 我們舉個例子 所以呢 還可以怎麼變化呢 我們舉個例子 好 所以 這個已經是即興了 即興用C大調來即興 那關鍵呢 是在右手 右手多做一些變化 OK